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我们周围有很多人经常会出现 乏力、神皮、气短、懒言、自憾这样的情况 总是觉得浑身疲累,没有劲 往这一坐就不愿站起来 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 并且你看他往这一坐 就是这种靠着养着躺着这样的表现 并且总是觉得精神特别的疲惫 说话声音,你听他说话声音没有底气 声音比较小,与声比微 甚至很多人都不爱说话 说话多了都觉得累 还会有很多人会出现一活动就出汗 并且他出汗的特点是出完汗之后 或者觉得身上会发冷 或者觉得特别的虚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表现 那非常有可能就属于是中医中的气虚症了 很多人说气虚了,那好办 那就吃人参,吃西洋参,吃黄旗不就可以了 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啊 那气虚补气这个没错 但是我们要想一下呢 为什么会气虚啊 那什么原因导致了你身体中的气虚呢 如果说你见到了气虚止补气 那这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治标不治本 那我们身体的一身之气是哪来的呢 人体的一身之气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先天的精气 第二个是后天的水谷之气 和后天的自然界的氢气 是不是充沛的 首先第一个是先天的精气 先天精气呢 主要来源于我们父母的先天之精 是不是充沛的 在孕育的时候是不是足月生产 是不是营养充沛 如果说都满足了 那你的先天之精气就非常的充沛 因为发现你生下来呢 身体素质就比较好 抵抗力也比较好 也非常的有精神 那么它是先天之精气 那么先天之精气呢 由我们的肾脏转化成的元气 那么它和肾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那第二个呢 就是水谷之气 那水谷之气 你一想哪来的呀 那一定和脾的关系比较密切 脾的韵化功能正常了 就可以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 转化成水谷精微 形成水谷之气 那怎么理解啊 那就是你吃的营养充沛 你的脾胃的吸收 消化的功能强了 那你自然就有劲嘛 自然就有精神嘛 所以说呢 它和脾的关系比较密切 这个水谷之气 第三个是自然界的氢气 那自然界氢气 你一听 是和肺脏关系比较密切 肺的功能正常了 自然界氢气充沛 那你自然就有劲 那怎么理解啊 就是你把鼻子和嘴捏住之后 一会儿呢 氢气进不去 你就会凸现了头晕 一会儿呢 就直接晕过去了 那这就是自然界氢气 对我们一身之气的 这个帮助作用 那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气虚了 那我们就来去找一找 这三种气 到底谁出了问题 那我们就找哪三个脏气啊 找肾 脾 和肺 首先第一个是肾脏 如果说肾脏的功能失常了 先天之精就不充沛 那么它们形成的元气 也就少了 那么如果是肾脏出了问题 它会出现什么表现呢 经常会出现 腰吸酸软 记忆力减退 头晕耳鸣 甚至呢 晚上总是夜尿比较多 总是起夜 甚至晚上还总是噩梦连连 那么如果有这些表现的话 我们考虑啊 你这个气虚啊 可能主要是和肾有关的 那么就可以去用一些补肾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偏阳虚的话 更多的用贵腹地黄丸 金贵肾气丸 如果说你偏阴虚的话 那最常用的是不是叫六位地黄丸啊 那首先这是调肾的 那我们除了去用药物之外 我们最常用的一个穴位 就叫做关圆穴 你听名字 关圆穴把什么东西关这了 是不是就把元气给关到这了 在哪呢 在我们的肚脐往下 三寸 也就是三寸 就是四个手指头的这样的宽度 找到肚脐往下 四个手指头 在这就是关圆穴 关圆穴呢 我们又称它为叫丹田 是不是气沉丹田就沉到这了 那每天爱揪15到20分钟的关圆穴 有非常好的不移元气 不移肾气这样的作用 第二个呢 是和脾有关 那如果是脾虚了 孕化功能失常 那会出现什么表现呢 经常大便 唐息不成形 并且呢 肚子胀 不爱吃饭 一身舌头 舌头上全是牙齿印 吃痕 甚至呢 很多人呢 稍微一吃掉东西就容易胖 吃的不多 但是特别容易发胖 那脾的孕化功能失常 水液疏不失常 水湿疏不失常 就会导致 这个容易发胖的 湿气比较重的 这样的表现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干嘛 要调脾胃 那最常用的呢 一个药叫 四菌子汤 四菌子汤呢 常用就是 人参 茯苓 白竹 甘草 是不是四菌子啊 那么他们有非常好的 这种健脾 益气的这样的作用 在我们身上呢 有一个穴位 叫足三里屑 它既有非常好的 健脾的作用 又比较好的 这种益气的作用 那足三里屑在哪呢 足三里屑在我们的 这个腿部 首先找到你的膝盖 膝盖下面呢 有两个凹陷 这是两个 像眼一样的凹陷 叫吸眼 靠内的叫内吸眼 靠外的叫外吸眼 从外吸眼往下三寸 也就是四指的距离 那么离着小腿前面的 这个硬骨头 有一寸左右的距离 那么这个位置呢 就是足三里屑了 那平时碰到了气虚 我们经常会去用到足三里 为什么呀 因为你把痞的功能调到正常 水骨支气就足 水骨支气足 你全身的气气就足 所以说我们叫做 痞为气血生化之源 那最后一点就是肺 如果说呢 你经常会出现 稍微跑上 十米二十米就开始喘 上上两三层楼梯就开始喘 一活动就喘 这种情况呢 那你要考虑可能是你的肺的功能呢 就比较差了 那肺的功能比较差了 无法转化足够的自然界的清气呢 照样也会气虚 那怎么办 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提高你的这个心肺的功能 去做运动是最好的 平时呢 经常去慢跑 慢跑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 你会发现呢 时间只要一长了 你就感觉浑身有劲了 精力充沛了 那其实这就是增强了肺的这个功能之后 自然界的清气充沛 你的气就足了 那如果说你还会出现了经常感冒 一受风 一受凉就感冒 有鼻炎就容易可喘 那肺的这个胃外的功能比较失私了 那我们最常用的呢 可以用到玉瓶风颗粒 用黄旗白竹和防风 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选哪个穴位来去增强肺气呢 可以选择太渊穴 那这个我们肺是属金的 那须则补其母 那要用什么呢 要用土穴来去补它 在我们的肺经中呢 绍商鱼记太渊 他们呢 就是木活土 而这个太渊穴呢 正好就是肺经的土穴 所以说它有非常好的这个补肺气的作用 那在哪呢 在我们的这个腕痕腕处 在我们的饶侧 饶动脉的搏动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摸脉的地方 大约在寸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太渊穴了 我们平时呢 去揉一下这个穴位 就有非常好的来补肺气的这样的作用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继续分享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良医学社